Hello 大家好 歡迎你收看我的YouTube Channel 英國生活英語講正點 我是Aman 今次跟大家講一講一個比較重要的 Session 是關於學習英語 Learning English 也是一個Q&A 其中一個部分 收到部分學員和很多新來英國的香港人 他們都有這個問題 他們通常會問我們需要 他們不需要 英文好點 其實 這個答案 可以肯定是1% 再講清楚一點 英文好點的意思 其實在生活上可以幫助自己 日常溝通 或者有什麼問題的時候可以怎樣去 詢問 或者尋求不同的渠道去問人 如果你的英文程度說不可以 的話呢 也會很大阻滯 這是生活上的問題 所以 我的答案是一定是很重要的 100% 還有第二個問題 聽到幾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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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問題 我認為聽到幾個字 聽到幾個字 聽到幾個字 我認為是很簡單的 聽不明白別人說什麼 再加上 又可能誤會了別人說話的話 那你呢 又有很多的社會上 生活上的問題 跟別人交通 溝通 OK 聽到幾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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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這兩個字 都做不到的話 對於自己的生活 Quality 都會有很大的折扣 好了 不要說生活 第二個方面 更加重要 為什麼呢 這個是最重要的 其實 香港人來英國的話 就是想要移民申請 即是說 逃留在英國五年之後 他就有機會 去申請做 PR 即是說 永久居民 五年之後才可以申請到 申請了之後 如果是可以的話 應該是年多兩年左右 他就可以去申請 英國的居民 PASSPORT 即是我們 現在自己擁有的 英國PASSPORT 英國護照 OK 如果申請在英國護照的時候 其中一個最重要的 方案 條件 一個Criteria 就是 一定要提交一個 合格的英文 英國的TEST 即是你需要一個 English Proficiency Test 即是你需要一個 短寫 或是S-E-L-T 或是S-E-L-T 即是你如果這個TEST 你不合格的話 即是肥佬 不達標的話 你便不可以申請 這個護照 所有的Criteria 其他提案的準則 例如報稅 在英國居住 和財政問題 所有資料 都是在政府官方網頁找到的 OK 即是不需要 取測 或是斷測 所有資料 都是在黑和白 好了 現在我們想說 最重要的一點 就是 如果你的英文 大不大標呢 你便需要 可以去考 有以上的其中一個 其中一個事 即是有Piersons 有PSI 有Trinity College 還有IaaS 還有最後一個 就是Language Cert 這五個機構 都有提供 一個英文測試的TEST 你可以選擇其中一個 以前我教 香港學生的時候 我在香港教書的時候 通常 他們絕大部分都是來英國讀書的 所以他們一定要考IaaS OK 如果你考不到IaaS的話 過不了6.5分 那些 香港學生 就不可以在英國讀大學 OK IaaS 分開有幾個市 比較淺一點的話 就是 香港新移民人士 需要去考的 OK 那些市場 就是IaaS Lifescale IaaS Lifescale 這個市場 就是 只考聽 和說 那就是 我回到剛才 開頭我想說 那兩個問題 如果你聽 或者說 不行的話 你根本 成功的機會率 就低了很多 OK 那先報一下自己 我也是 Trinity College 的 Approved 英語教師 所以我在香港的時候 全部的學生 都是需要考考試的 OK 考進去英國大學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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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際少少 如果你考考試的 其實不是便宜的 都要幾百磅 一次 OK 那肥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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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呢 很實際 即是 申請不到Passport 這是很直接的 如果申請不到Passport 那肥腦 即是沒有英國國籍 現在 有很多問題 產生了 所以 為什麼 我會 和大家 很詳盡 這樣說 就是 如果你 香港新移民的話 來到英國 如果你聽 不行 講 不行 的話 你就 拿不到UK Passport OK 要實際少少 現實少少 不要騙自己 好 好 如果是其他 入籍的 那些 以前 不需要考試 那些 當然 不需要害怕 所以 很多 以前 那些 移民 在英國 那些 一個字 都不懂英文 完全正常 沒有問題 在唐人街 很多人 都不需要用英文 溝通 那些 問題 但 你經過 香港 現在 BNO 途徑 入籍的話 你就需要考考 這個事 你就一定要小心 OK 有 另一個問題 有些 有些 人 就說 那現在 怕不怕 其實呢 不用怕 你可以問問自己 其實呢 生活上 或者工作上 現在 你有幾多 機會 去講英文呢 機會是自己去爭取的 好 你可以問問自己 答案 你平時在上班 會不會 圍在字 圍在 廣東話的人 一起 相處呢 或者 你生活的時候 你認識多少 外國朋友 或者鬼佬 鬼婆 OK 不是 想他們 猜 你說什麼 你可不可以 聽 和說 有問題 但是呢 應對能力 行不行 OK 你可以自己 回答自己 OK 最緊要 You understand yourself Right 有些學員說 我需要幾多時間 才可以學到好的英語 其實好的英語的話 你可以 聽、講、寫、讀 都可以 對於我一個教師 來說 語言 一定要聽、講、寫、讀 全部 四方面 一起 可以成功 OK 如果你 沒有可能 可以 寫不到 這就不是一個好的英語 OK 實際上 可以聽、講、寫、讀 你可以在英國 打橫行 也可以 在一些 講英語的 城市 那些 country 打橫行 也可以 香港人 很聰明 OK 他們說 How long would it normally take to learn good English 要多久 要講英文 才可以 講得好英文 我的答案 其實很簡單 我就會 回答一個問題文 How long is a piece of string 它的繩子 有多長 英語 其實解答 意思 即是 每個人都不一樣 可能 A君 說 他好英文 但B君 就說他不好 所以 這個是 沒有一個答案 自己衡量到 其實自己衡量的準則 就是 你最基本的 聽 完全明白 講 完全明白 你就可以 達到最基本的要求 因為你要拿 Passport OK 我在 接觸了這麼多香港人 以及以前在香港教書的時候 自己有一點點心得 就發覺到 其實 香港國學生 在學習語言上 是有 一些問題的 OK 他們很厲害 但是 他們的問題 存在 其實是什麼呢 其實他們的 pronunciation pronunciation is the killer 就是 死在發音 那裡 很多時候 他們說 這些學生 這個字 發音 都不會讀錯 其實他們會讀 pronunciation pronunciation 應該是pronunciation OK 很多時候 不知者 不聚 但是 可以 其實 我錄了很多個 影片 都很著重 發音 這方面 如果發音不準確的話 那些外國人 就不知道 你說什麼 我們 事事都要 跟大家 emphasize 一點 所以 香港人的 長處 是很勤力的 很聰明的 很快的轉數 但是短處 對於 語言上 英文上 他們的pronunciation 是比較差一點 OK 是弱一點 但是 不是改善不到 最重要 可以在 生活上 接觸多一點 跟人說多一點 或者是錯了之後 有人糾正 其實是最容易的 OK 最終 我就跟大家說 practice makes perfect practice makes perfect 學能 縮能生效 OK 贈送一個英文的proverb 就是 Where there is a will there is a way Where there is a will there is a way 有志者是警成 就是說 如果你有心去做的話 肯定做到的 希望大家可以 能夠在工作上 或者生活上 多些接觸 貴老 OK 貴老是好人的 正常來說 很喜歡跟人聊天 還有很多時間的 不會說 趕著趕著去 走 不理你 OK Right So if you like this video like subscribe and comment and don't forget to ring the bell 好了 今集 就 跟大家說到這麼多 以前的影片 大家可以有興趣的話 重溫一下 看看 發音有什麼 可以改善到 希望大家可以 能夠 四年 或者幾年之後 呢 英語 就 進步神速 OK Right then So we'll speak to you soon Bye now 有些時候 可以改善到 一段時間 我們會不會 我們會不會 一段時間 我們會不會 有些時候 我們會不會